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素材怪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目前第13季的对战联盟来到了天气杯的赛事 如果你超级联盟打逆的话 也能够打这种属性限制的 那天气杯的话是仅限于火 水 冰 岩石能够上场 那这样限制属性的情况下 有些角色比较冷门就能够上场 所以像今天的素材怪 也是在普通超级联盟比较少出现的 不过因为他虽然是岩石性弱点很多 但是他有双倍奉还能够打压的属性也算是蛮多 在天气杯很多人把他当作格斗系的角色在使用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冷门的素材怪在今天的天气杯能够打出怎样的对战吧 好那今天由魅影来提供对战影片 我们今天的素材怪主角是在第一只 后面分别放两只水系的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对战 好的第一场的话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胖嘟嘟 胖嘟嘟面对到素材怪 双倍奉还打他是减伤 幽灵有抗格斗 那我们的大招里面 岩石一招是拿着平伤啦 魅影这边不换脚 可能是想要中途来个切咬挡招之类的 好首先暗影球出来之后素材怪并没有挡招 噴了不少血量啦 但是其实你要换脚的话 可能要选择好坏心上来 但是独疾打幽灵也是减伤 相对这一场是比较难引的 那一个高伤害的流行光速下去之后 攻击上升 但是中途换脚了 逼迫了这个胖嘟嘟 想上耗损 那这边中途换脚了 换上聚角舞者 聚角舞者上一季获得暗影爪之后 虽然用的人不是很多啦 不过相对的让他在 续能的表现上比较好一点 那对手中途换脚了 换上来是天气杯很强的摇篮百合啊 摇篮百合属性上来说在天气杯还蛮厉害的 而且他的出招数也是很快 那这边我们残血 魅影宝珠的巨甲武者 本身岩石加上草系的属性 飞行器打他算是平伤啦 并没有特别痛 不过岩石本身并没有抗虫 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用十字简 重细打草 只剑下去 岩板摆了蝉蟹 但是暗影爪差一点点 就能够把对手收掉了 对方还是出招了 那去角舞者只好下场了 目前的风向还是在对手那里 而且我们号召了一顿啊 一开始的逆风还是存在着 那对手的作为角色上来是素材怪 并不是上他刚刚的胖嘟嘟 素材怪上来想用双叛砲把我们揍下去 但是我们这边蝉蟹出大招 岩崩下去 岩石本身并没有抗岩石的招式 对手挡招 那最后的话就是好坏星上来 不过比较麻烦就是好坏星本身带的毒疾啊 打岩石是减伤 再打幽灵的胖嘟嘟也是减伤 所以这边要拉回来是比较困难的 对手选择一个高伤害的流星光束之后 我们挡招挡对了 但是流星光束的攻击上升 对手并没有练战 反而让胖嘟嘟上来 趁我们没对的时候快点让胖嘟嘟上来 但是我们的岩水是出招了 岩水这招能量上需求蛮高的 DP表现也不算特别 对手并没有挡招 稍微的耗掉我们的能量 再次看到素彩怪 其实他应该可以让素彩怪硬打 毕竟流星光束的攻击上升啊 直接换角色有点浪费的 流星光束再次上来之后 好坏星扛住了 好坏星的优点就是坦度非常的好 伤害量再高的招式 就算属性上有压制 都能够去扛一下 但流星光束是没有办法打好坏星的啦 算是平平 然后这边连续的出招 好盐水再次出去 那对手的素彩怪 哇残血直接被点下去啦 最后我们靠着毕坏星的坦度啊 最后拉回来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的是中眼狼刃 中眼狼刃也算是 这个天气杯 当作格斗系在用 不过他稍微比较脆一点点 但是他的大招里面有一个短能量的精神之牙 想将我们的防御力之后 这边连续是直接换角了 巨角武者上来 巨角武者本身是虫跟水系啊 所以在面对到延迟系招式是会被克制的 但是对手并没有选择延迟系招式 还是用精神之牙降防御力衍生给后面的队友 他换上来是电灯怪 电灯怪有电器招式能够打水啊 相对他的小招有办法打到我们很痛啊 那实践下去 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连续的出招 看下来这边只能垂死挣扎了 那接下来应该是会上素彩怪 来面对到电灯怪 对手直接用小招帮我们点下去 素彩怪要上来了 但是一上来之后 电灯怪因为现在有冲浪嘛 出招数非常的快 所以他这个冲浪下来 素彩怪是会倒下的 不过这边看起来好像是切齐出招啦 但是如果 双方体质都是选攻地体防高的话 素彩怪攻击应该是引过电灯怪的 哦不是 真的是切齐 他第一下是先按出来的 那我们第二下按下去的时候对方是连续按照 所以他的第二个冲浪 切齐的情况 妹还是挡住了 素彩怪持续的打下去 中途切脚挡招成功 好外星上来 本身能够抗水 而且他没有气量的情况下 毒极刚刚好可以把他点掉 对手也没有练战 很可惜 而作为角色是摇蓝百合上来 摇蓝百合的话大家应该不太算熟悉啦 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 他的大招有打草劫 坚持攻击以及重踏 那正常的话是打草劫加坚持攻击的招式组合 那打草劫能量上是50坚持攻击55 坚持攻击的DP稍微高一点点 不过对方选择一个短能量的打草劫 出招更加弹性 那目前他还有一顿的优势 那对手并没有挡住我们的乌尼波啊 乌尼波伤害量看起来不错 已经把他的摇蓝百合打残了 而这时候他选择坚持攻击了 是不是偷偷复习啊 怎么会知道坚持攻击的DP稍微率也高一点点 这些妹尼的气氧上其实早上满了 但是上来的话可能会让对方的电灯怪给练功啊 所以是演了一下戏直接下场了 出招一上来之后对手也换脚 中野狼人先上来 想用双倍碰到帮我们揍下去 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让我们气氧上练得很足 剩下两个角色 在出招上来说小招都是没有太多伤害的 所以这边我们有气氧上的优势 而妹尼这边先来一个流星光速下去之后 对手的电灯怪是挡招了 哇这一下下去 哦 直接有点下场了 有点可惜 其实枪上也不太够一打二啦 那对手惊险获胜 我们进入下一场 好那下一场 诶这场的暴雪王的小招有点特别 他好像是带肥一块刀的啊 不知道man有没有看到啊 然后双方同时间都换脚 巨甲武者上来 面对到的是素彩怪 素彩怪虽然在排名上来说没有特别靠前啦 他在天气别的排名大概在30级左右 但是大家 比起终于狼人还是比较喜欢用素彩怪 好对手一个流星光速我们挡对了 毕竟岩石器招是打虫是增伤啊 必然可以挡招的 那这边的话 同样显得十字剑 平伤打击 对手素彩怪残血 那看起来这边是切齐啦 巨甲武者的攻击是略赢过素彩怪的 只剑再撕下去之后对手挡招 好双方各脚一盾直接拿下顺位 这边对手没有操作问题 那么强制想要拿下顺位啊 因为毕竟巨甲武者还有半血啊 直接下去有点浪费 好那目前是一盾的劣势 顺位在我们这里 但是再次看到暴血王啊 这个飞夜快刀非常反 可能是因为看到飞夜快刀的关系 不想让素彩怪直接面对到暴血 那一个死剑下去对手并没有保 用这个飞夜快刀直接帮我们打下去 其实在一些特殊赛事啊 不见得会像超级萌那样的配罩啊 有些为了属性上的压制 反而配一些单点伤害的小招 而对手最后的角色是火焰姬 那边超爱心先来一个盐水出去 对手势必得搅舟一顿 不过美女这边竟然中途让素彩怪先上来了 这边应该觉得火焰姬应该是带火焰T加勇猛弓啊 在打岩石系又剑上 所以素彩怪上来 不过对手带爆炸链啊 伤害量非常的好 反正多补一个双倍方法被揍下去了 超爱心上来了 对手也快速的出招啊 爆炸链在打超爱心是减伤的 诶 不过是勇猟猛 哇 这个火焰姬真的非常凶啊 连续带两个高能量的招式啊 但是杀伤力也不错 但是暴雪王上来 来不及出招 反而被超爱心的毒气给点下去了 很可惜他的火焰姬表现得蛮亮眼的 而我们这一场再次看到暴雪王了 暴雪王的话 再次看到飞一块刀 暴雪王的飞一块刀 在这个天气杯看起来是蛮多的啊 然后巨甲物则上来一个缓冲 本身小招打他并没有特别高的伤害 但是我们十字简出招非常快 一下下去对手势必要两招的 暴雪王看起来是蛮有趣的啊 但是论出招速度我们一定获胜啊 十字简联发 十字简再次出去之后 对手暴雪王竟然硬挡了 他看起来是要直接交两盾 然后有一个气氧上压迫我们 然后我们的作为一只角色 超爱心再次上来 并没有选择素材怪跟对方硬拼啊 毕竟素材怪的坦度并没有像超爱心那么稳定 对方放一个招式都换脚了 毒刺水母上了 这就是一个同样属性的对决啊 双方的大小招都没有太多的伤害量 不过毒刺水母的优点就在于他的大招 那个数据比较好啦 热水出来还能够降攻 而我们这边运气很差真的被降攻啦 那美丝宝换脚呢 换脚上来的话 可能要直接用盾挡住他的热水啊 不然素材怪本身是岩石系的啊 虽然你认为这个盆栽型的角色应该是要灌水没错 但是岩石系的关系他是怕水的啊 不能这样灌下去的 那挡住热水 竟然把枪上融到极致 流星光束能够直接收掉 那我们挤到了两个岩崩了 流星光束直接下去 素材怪今天配置两个岩石系的大招啦 不过他的大招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地面系的地震可以使用 可是想说地震没有属修吧 在属性压制面上来说 嗯...应该是还是能够打啦 但是美丝宝换脚打的是纯岩石的打法 然后对手 此时上来的是... 千真语 千真语一个水...哦好痛啊 这水流也怎么那么痛啊 素材怪的坦度看起来一般般啊 但是好险的是我们流星光束再一次出去之后 哦千真语也是下场了 哇这流星光束的效率值还不错啊 那最后爆雪王上来 没办法打超快星我们就获胜了 OK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电灯怪啊 电灯怪其实后面的角色刚好没抗电啦 所以切上来有点像是自杀 所以素材怪这边只能硬打 那理想的话尽量的把对手的电灯怪大惨 或者是中途切脚挡招之类的 诶不过这边先没有挡住一个冲浪 挤到流星光束之后 选择一个阎崩出去 阎崩下去的话应该顶多半血左右 但是因为素材怪如果大家熟知的话 会知道他有地震啊 那电灯的角色遇到他相对的是得开盾给个尊重啊 那再一次冲浪出来我们挡招了 目前双上平盾 此时流星光束好了 对手是否硬挡呢 阎崩下去之后 哦对手没挡 电灯怪是一滴血 那很可惜的 这个双背包弹揍下去的时候对手残血出大招 不过OK啦 因为后面的角色避开了电灯怪 就要看 后面两只角色水系又遇到谁了 目前双方平盾 孙伟在对手那里 好结果他的第二角色是狄猪霸上来 双方在小招部分都没有太多伤害 这两个非常坦的家伙啊 真的有点拖时间啊 其实之前低猪霸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用啊 后来就变超怀星 可是因为低猪霸本身的属性呢 没有像超怀星那么好 而且其实大招 双方都没有很强 那不过没你这边换角了 我们先让对手 降能力的作用给取消掉 选择巨甲武者上来 巨甲武者带艳返能够大冲啊 还OK 我对手在这边没有换角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第一只带的是电灯怪 后面两只应该就是要打草的 因为 你可以看到火焰机上来了 火焰机也是可以打草 其实从第一只的配阵上 就可以了解后面是什么 那对手的配阵是以地珠霸 当作第二孙为一个安全牌 只有火焰机鸭尾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逆风的情况 欸不过对手直接跳掉了 那我们就轻松拿下这一场 好我们基本下场 这场看到巨爪怪啊 那面有讲他今天的阵容啊 其实是比较难打巨爪怪的 因为巨爪怪的属性啊 当然的我们的 素材怪打他一定是弱势嘛 那超爱心 毒极打地面减伤 巨甲武者的话 是能够稍微打一下 但是你只有巨甲武者 去面都要巨爪怪 其他角色都弱势 所以如果开场看到巨爪怪 是比较难打 而且我们今天配置全部岩石系的招式 打巨爪怪 根本就是在抓羊 如果刚配地震啊 这一阵震下去 他应该就倒下了 导致现在目前对手 两盾的绝对优势啊 那对手看起来 应该也是知道状况啊 不然正常 素材刻外看到巨爪怪 是不可能不换脚的 所以他保留巨爪怪 大嘴欧上来了 大嘴欧的话 巨甲武者本身是虫系的啦 会直接吃暴风下场 所以妹妹只能切好爱心上来 好爱心上来面对到大嘴欧 那这边看起来是要骗盾啦 眼水能量上是比较短 一下下去 对手挡招 其实他应该是可以让大嘴欧吃一下招啦 毕竟他的巨爪怪还是优势嘛 但是他不想要让顺位 应该是觉得他还是要稳稳压住我们的 这个素材怪 那妹妹的素材怪一上来 立刻出招啦 暴风 加上气象球 其实是可以连续发招 如果气满的情况 对手大嘴欧 连续的出招 大嘴欧真的是有点烦 出招真的太快了 气象球出来 哇 我们的素材怪上一滴血 巨甲武者 在对手没盾的情况下 上来了 然后选择一个短能量的食指剑 但是食指剑虫系在打飞是减少 这伤害量够吗 食指剑下去 哦刚刚好 对手血量上是满低的 巨甲武者的水晰招就当我们减少 如果他配地面系招式 在打虫也是减少 可是相对的这边巨甲武者有点小小的优势 然后他这边切脚挡招 选择巨甲怪上来 但巨甲怪并没有切脚挡招成功的情况下 巨甲武者枪上非常的足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连续的厌反 但是很可惜的 厌反对于巨甲武者是没有属修啊 这一个下去之后 就算属性让压制 地猪霸的坦度真的是非常惊人啊 现在还只喷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连续的厌反 可以看到地猪霸残血 然后再一个厌反能够打掉 但是换角时间还没到 可以看到妹女这边很想要先素材怪上来 但是对手还是先发招了 有点可惜 如果还拖一点点时间 巨甲武者势必能够留住 这个厌反打到就会获胜啊 这一场比较可惜啊 巨甲怪真的是比较难处理啊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的是水剑龟 哇直接用水枪点爆我们素材怪啊 我们换角 换上超爱心 超爱心打水剑龟 这边我们是优势啊 不知道对手为什么不换角 然后我们准时而成功一波 对手也没有切脚挡招啊 这个操作上来说是不解啊 或者是他后面有两只怕水的 才这样操作 然后水剑龟硬打 说实在是比较辛苦啊 水剑龟的招式组好像还好 除了他配火箭头锤啊 哇真的是火箭头锤 火箭头锤一下下来防御上升啊 但是他要靠水枪把超爱心点掉 实在有点太困难了 这哥真的拖时间啊 好我们再次巫尼波下去 后面一定有怕水的 这个操作 巫尼波再次出去 对手火箭头锤 防御上升也不敢吃招 那他这边耗掉两盾啊 一定要把超爱心拿下就对了 那此时man也不挣扎啦 直接让超爱心下场 但是对手选择加农水炮啊 并不是他的火箭头锤 然后我们这边残血出大招 但是对手算准啊 无理一波要出去前 他出招了 其实他应该可以连续两发的火箭头锤 防御上升两机会更爽一点 好聚焦龟车上来 同样的是抗水系招式 水剑龟这边能够用火箭头锤吗 哎不对他是换角了 换上炎电巨蟹 想用一个岩石系打虫啊 但是我们也算准了他换角的时间点 让素材怪上来 这边收掉炎电巨蟹之后 可以面对到水剑龟 有可能会吃到降温水炮 不过 虽然炎电巨蟹是岩石系啊 但是虫系本身是抗格斗 所以格斗系打他的品上 并没有特别优势 我炎石系的招式还是打虫啊 对手的炎电巨蟹下场了 水剑龟是否能够加农水炮呢 残血出大招呢 对手忍了一下 立刻水剑龟上来 果然是急到加农水炮了 这边挡招 保留素材怪 还有聚焦物者 用一个二打一 看一下作为之后是谁 哦结果作为之既然是力撞机啊 火系本身是怕岩石 但是格斗能够平伤岩石 所以这一下下去平伤大鸡 流星光束 但是脆皮鸡 力撞鸡也是脆啊 所以终究的 他没有扛住 双背部还还是收下 好我们进入金额做一场 哇我们刚收掉小鸡 马上莱姆鸡啊 火焰鸡要来复仇啊 我们岩石系怕格斗 还是终究得得换脚啊 刚刚是气氧上的优势啊 选择好害心上来 对手并没有换脚 看起来是打算来一个打带跑 有可能是游泳猛攻 每次不会挡招呢 跑充就是挡了 给个尊重 火焰鸡这时候换脚了 换上来是赤红网 赤红网的龙袭当我们平伤 那我们毒极打来是平伤 我们选择大招污泥波的话 就能够平上大吉 对方一定很想要把顺便给温人拉住 他一个游泳猛攻逼到我们开盾之后 他这边的赤红网就有开盾的空间 那赤红网打超坏星的话 超坏星当然是坦度优势 但是他逆临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下逆临我们先挡招 挡队了 如果是张鱼捅炮的话 势必的有可能还会降到能力 算是不尽重的大幸 乌鱼波再次出去 对手很想要把顺便给稳住 所以让他赤红网挡招了 那这边的话血量上有点少 收不掉对方 对方这边张鱼捅炮应该就可以收掉我们 好张鱼捅炮出来 当我们残血 然后哇很可惜 乌鱼波刚刚好了 对手算蛮准的 这一场要赢有点困难 好 陈王再次上来 张鱼捅炮 哇 竟然就残血出大招 只能说这一场对手的操作实在是太极致了 张鱼捅炮 有一个水打岩石 我们的攻击还下降两阶 我的天啊 此时火焰机上来 残血出大招 流星光束 在攻击下降两阶的情况下 伤害量到底多少呢 流星光束下去之后 哦 火焰机 好险他脆啊 所以我们拿下他了 最后一只角色 暴雪王上来了 暴雪王带肥一块刀 那我们出招数一定会获胜的 那妹妹这边 挤到了两个十字捡 准备出招 但是没有按下去啊 这个操作到底干什么 哇 那对手 气象球出来 但是好险 哦 我们的剧下游这个残血 残血出大招 十字捡下去 并不是燕返 对手暴雪王竟然剩一滴 哇 结果大家一起下场了 那后来大尼有查 燕返跟十字捡的伤害量 其实差不多啦 那这一场输掉是没有办法 结果这才是最后一场啊 那我们真正的最后一场来 那首先对手是换脚啦 变成毒刺水母打 我们的素材怪 首先先用一个炎崩 稍微的耗他的血量 接下来是可以选择 超爱心上来互相摩拿 毕竟有一顿的优势了 那毒刺水母的招式上来说 杀力量是比较足 但是他坦度比较长 然后在素材怪逼迫到 对手的血量之后 相对我们是能够获胜的 不过他这边选择的是 算一炸弹来降我们的防御力啊 这边应该选择热水拼降弓会比较好 不过第二下是热水啊 热水是有机率 不过他的运气真的非常好啊 我们现在的超爱心已经半残了 一下降弓一下降防了 那无理波下去 杀力量也不特别好 双方想要上看起来差不多啊 那对方已经帮我们弄到残废了啊 是否能够获胜还是要看状况啊 毒刺水母再一次热水 目前想要上杀力量了 看起来毒刺水母应该获胜哦 因为这个乌尼波下去他是不会倒下 那他一定有办法更快速的出招啊 乌尼波出去 那对手挡招 目前是两队的绝约优势啊 这毒刺水母直接把两队开下去 是有点大胆 好 接下来选择 巨甲物则上来 已知他是带算一炸弹就不需要挡招了 然后阿姨并没有挣扎 反而是直接换脚了 让我们的今天的主角素材怪上来 本身岩石系能够抗毒系招式 不怕对方的小招 不过他已经知道我们会怕热水 所以是骗盾了 咬岩百合上来了 咬岩百合是怕格斗系招式的 那岩石系本身没有抗岩石 草也没抗岩石 所以这个流星光树是平常打击 那接下来的话 开盾把对方杨并百合的招式挡下来 就可以这样的浓到极致 不适水母也没有办法挣扎太多 最后可以看到流星光树再打一发 那今天天气杯看起来 流星光树表现还蛮亮眼 在之前不论的超阶谋 配流星光树的角色要打到 真的是有点困难 好 作为之 哦 结果是超坏心 对手的两只角色都是毒跟水压后 这两个属性确实是蛮强的 那他第一只配置的是 妖兰百合 可能是为了应付巨爪怪而使用的 那今天命运使用的是 树彩怪在第一只 相对的 再打巨爪怪是比较吃力一点的 好 树彩怪 再一次一个招式炎崩下去 刚好收掉超爱心 哇 这伤害量真的是不错 最后毒水水母没办法挣扎 我们就拿下做一场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天气杯因为只能使用火水冰岩石 相对的树彩怪本身带着双倍凤环 就能够压制两个属性 整体上来说还算不错啦 算是一只特殊赛事参购登场的角色 加上他在对战的时候 一直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 这玩家如果手上有一只 不错的素材怪的话 趁着天气杯快点拿出来使用看看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妹影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下部影片见我們下部影片见